《量子力學》 所以你可告訴我 什麼是有興趣的 關於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學就是我覺得 最讓人感興趣的地方 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說 它 OK,這其實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我必須想想一下 或者興趣的事情 OK 量子力學最感興趣的地方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人真正懂量子力學 尤其是量子力學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是叫做量子疊加 量子疊加所導致的概念 所導致的量子糾纏 讓我們到現在為止 將量子力學建立一百多年過去了 其實我們還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量子糾纏 所以你越搞不清楚 那它就顯得越加就是有趣 可以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量子糾纏的基本概念 可以這麼來理解 假如說你有兩個 就是我們平時在賭博用的時候 這個骰子 如果他們處於糾纏的話 不管這兩個骰子 相距是多麼遙遠 比如說一個在中國 一個在荷蘭 然後你在扔你手中那個骰子的時候 你扔完之後 你打電話問我 你說建委啊 你知道我手中這個骰子 是什麼結果嗎? 我一看我手中這個骰子呢 我就能夠把你手中這個骰子的結果 給說出來 就是不管他們之間相距多麼遙遠呢 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 就在這個遙遠地點之間啊 有一種所謂的詭異的互動 就這邊出現什麼結果之後 很遙遠的這個骰子呢 它也出現相同的結果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量子糾纏 在做這個物理實驗時候的一個 基本的表現 因為在我們這個從事量子力學 這個研究的能源裡面呢 其實基本上是有兩支隊伍 有一支呢 我們說哎呀量子糾纏就是這樣 我們不去管它 為什麼會有量子糾纏 所以他們就去直接就去 去光測一些物理體系裡面的 這個物理現象 那比如說後來就導致了很多 非常有用的東西 像半導體晶體管啊 然後核磁共振啊 就鋸磁組啊 那麼還有能源方面的一些應用 那麼這支隊伍呢 他們主要是去做凝聚態啊 量子現象的紅光現象的研究 他們就是說不再問為什麼會有糾纏 那麼已經給我們的生活呢 帶來很大的改變了 但是還有一些人呢 就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同事 這裡面也包括有美國的 歐洲的 甚至有在荷郎的 有幾個團隊呢 去年呢取得了很好的結果 我們就來檢驗一下 就是說這樣一種量子糾纏 是不是真的能夠存在 那麼在做這個過程當中呢 慢慢的我們就掌握了一種技術了 我們能夠對就是說是一個粒子或者幾個粒子啊 進行呢非常主動的去操縱它 就是我們能夠非常active的去操縱它 那麼你很主動去操縱它之後呢 就一個新的學科就誕生了 我們就把它叫做呢量子信息科學 那麼量子信息科學呢 有幾個比較有意思的應用 一個第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應用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量子通信 那麼量子通信呢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啊 就是原理上是無條件的 就安全的通訊方式 那麼可以呢很大的來改變呢 我們這個網絡的這個 信息安全的傳輸 那麼這個對我們每天 因為對於我們每天的生活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的私密啊 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證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當我把量子糾纏 這個例子啊 就是因為我們在量子世界裡面 是有很多小顆粒組成的 如果我們能夠讓很多很多小顆粒 都糾纏在一起的話 那麼它就會得到一種 非常強大的計算能力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呢 就是用到了就是量子計算裡面去 那這裡我可以舉個例子 目前我們把全世界的 所有的計算機的 所有的計算能力加起來 它每年可能能夠 對二的八十次方的數據啊 進行窮徑 就是數一遍 但是呢 如果我們只要能夠來操縱 100個就是量子的糾纏太的話 我們在這樣數數方面的 這個計算能力啊 可能就會比全世界 所有計算能力的總和快 就是100萬倍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 宇宙當中 有就是 就100萬個地球的話 那麼所有的地球 加起來的這麼一個 就是說計算能力啊 只有我們個小小的 有100個粒子組成的 這麼系統這麼大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呢 就是量子信息呢 還可以給我們帶來 計算能力的這個巨大的進步 那麼第三方面呢 我們可以把它用到一些 所謂的精密測量方面 我們就把它叫做量子精密測量 那麼量子精密測量的話呢 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啊 來改進我們的導航 比如這個navigation 就是來改變我們的導航 讓我們的導航呢 能夠變得更加精密 然後把這樣一種量子精密測量的技術啊 用到生物探測方面的話呢 也能夠帶來呢 推動這個生物醫學檢測方面的進步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呢 從一個非常fundamental的 非常基礎的 這個物理學的問題出發啊 能夠帶來很多很多 非常有意思的 跟我們每天的生活 緊密相關的應用 其實呢 就是經常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大家總是想像 我們每天用的這個計算機啊 就是說 我們有芯片組成 相當於有一台電腦 那是我每天用的計算機 但實際上 如果我們回到就是200年之前 那很多人在就是做這個計算的時候啊 在我們中國是用那個算盤 calculate 然後就是用這個珠子做 就是做成的 那本人就要問呢 那個計算機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那麼他們就想像 到底是用木頭做的呢 還是用竹子做的呢 還是用一種一種 我們大理石的石頭做的 我們可以來搞那種算盤 所以呢 在我看來呢 到目前啊 我們很難想像 就是這個量子計算機 應該長什麼樣子的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呢 我曾經做過一個夢 我在夢裡面啊 我夢見了有一台量子計算機 那台量子計算機呢 它不是一台我們現在這樣想像的機器 它是相當於是一堆啊 就是能夠放著藍光的一堆物質 它既不是固體也不是液體 它的形狀是在不停地變化的 然後還在就是往外呢 就是發出一點藍色的光 所以很難想像 將來這個真正的量子計算機 會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目前呢 我們世界上的很多科學家 很多我們的同行啊 都要從各種角度來做計算機 做量子計算機 那麼有些人呢 是用光子來做 就是用bottom 有些人是用原子 就是atom來做 然後也有些人呢 是用這個superconducting qubit 就是說用超導的量子比特來做 所以也許將來呢 可能就是說 有各種各樣的量子計算機 能夠來執行不同的功能 有些是光做成的 有些是用固體做成的 有些是用原子做成的 所以現在很難說 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個量子計算機 嗯嗯 嗯嗯 嗯 我們呢 就是非常高興 就是我們能夠啊 就是首次成功的發射了 就是這個 國際上首科 就是量子科學實驗衛星 那麼這個實驗衛星 發射之後 我們經過幾天的測試啊 目前還是性能是非常穩定的 它的狀態是非常穩定的 之所以我們要來發射這個 量子衛星的原因啊 其實是有幾個方面 那麼第一個方面呢 就是我們的地面 用這個光纖 就用fiber來做這個量子通訊的話 那麼因為這個量子信號啊 它是不能被複製的 它呢就是很難傳得很遠 那麼我們的同事 就是有位瑞士的科學家 叫做Nikola Gisan 他呢作為估算 如果我們在光纖裡面 做就是1000公里的 就1000km的這個量子通訊的話 那麼用上最好的技術 目前全世界把所有可能的技術 全部都綜合起來 來做這麼一台量子通訊的 這麼一台儀器 大概每300年啊 我們只能送一個比特的信息 那麼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呢 我們這個東西啊 量子通訊在遠距離裡面 是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 但非常有意思的呢 如果說我們能夠有個satellite 有個量子衛星 能從天上往上送信號的話呢 其實在1000公里的量級啊 按照我們這個量子衛星的這個設計的指標 經過我們努力所達到的指標呢 每秒鐘能夠送幾百k的密要 這樣的話呢 其實呢對於有些非常重要的 就是需要信息安全傳輸的任務來說啊 它就已經足夠了 那麼也就是說呢 我們上天之後啊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實用價值的東西呢 就能夠把一個在地面上 本來沒辦法實現的這麼一個任務啊 上天之後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了 那麼除此之外 我覺得在我們科學家看來 可能更重要的意義呢 是在它的基礎研究方面 因為呢 我們一旦能夠在空間的尺度啊 進行這個光量子態的這個傳輸的話 就意味著我們掌握了一種能力 我們能夠在空間的尺度呢 來檢驗量子糾纏 是不是存在的 那麼在空間尺度情況下 在相對論 在引力 在這gravity的這個影響之下 我們這個量子狀態呢 會受到什麼樣的變化 那麼我們首次的有可能呢 就是把量子檢驗啊 走向太空 那麼走向太空之後呢 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大尺度啊 對這樣一種量子力學非定義性啊 來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那麼按照我們那個同事 是美國的一位科學家 就是Tony Lagatta他曾講的 他說在我們量子力學非定義性 這個檢驗裡面啊 其實還有一個 最後的一個事情還沒做 我們要把這個量子糾纏 分得相距 就是30萬公里以上 那我們就可以讓人啊 來參與 用它自由意志參與之後呢 來做這個量子力學非定義性的 終極檢驗 那麼就按照我們中國話講 就可以蓋光定論了 就是final test of continental locality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就擁有了一種能力啊 能夠走向呢 我們對量子力學非定義性的 終極檢驗 那麼除此之外呢 目前大家都非常希望啊 能夠把量子論 就是quantum mechanics 和gravity theory 能夠把這引力 把它給就是統一起來 我們就是說有個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希望能夠建立這麼統一理論 那麼在這裡面有很多模型 那麼這個模型 到底哪一個是跟我們的自然界相符合的呢 那麼這個的話 其實如果說我們能夠把這樣一種光量子態 傳輸到幾十萬公里之後啊 到了宏光的尺寸之後呢 我們就能夠對各種各樣的量子引力的模型呢 進行檢驗 來看看我們能夠來就是說 我們目前已經知道呢 有四種相互作用力 那麼最古老的是望有引力 然後呢 再早一點的是 就是電磁相互作用 然後後面呢 在我們合物理當中呢 我們又發現了 強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 那麼在一個所謂的大統一模型裡面 在標準模型裡面 在標準模型裡面呢 我們大家已經很好的把弱相互作用 強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 已經很好的統一起來了 那麼所以大家當中有個夢想 這是包括埃恩斯塔很早就開始做的 他希望能夠把引力和電磁相互作用 和各種四種相互作用 都能很好的就是統一起來 那麼在統一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大家都遇到了很多困難 所以要把這引力進行量子化 是個非常困難的過程 那麼後來呢 有些科學家呢 就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理論 那麼這裡包括 比如說所謂的量子引力 那麼量子引力的話 就是能夠把相對論 希望能夠把相對論 和引力論呢 很好的就統一起來 那麼如果這些力都能統一起來的話 按照我們目前的理解的話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就是說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能夠解釋 所有現象的這麼一個理論 那麼在這個理論當中呢 因為呢 它有很多參數 所以到底哪個理論 是真的是跟我們自然界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實驗室啊 能夠幫到太空去 那麼就是說呢 我覺得隨著我們就是經過就是 就是將近 其實我們是正式開始做衛星 是2007年開始做 前面我們的地面上呢 已經有一些相關的很長時間的實驗了 最早我們是2003年開始做這方面的實驗 所以通過十多年的努力呢 就是我們用了一種能力啊 我們能夠把這個實驗室呢 搬到太空去了 而且在這裡面呢 我們發展了一些非常精緻的技術 這裡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用我們這個衛星的參數啊 那麼按照我們就是說 是美國的同事 一個Poker 他做了一個計算 我們現在技術 我們可以來發展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高精度的這個望遠鏡 我們能夠看到這個木星 衛星上的這個汽車的牌照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就是 special resolution 就是我們的空間的分辨率啊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而且我們必須得進行 非常精確的這個落光的探測 就是這個光非常弱的時候 我們能探測到 那麼現在就相當於我們在月球上 如果說你要抽香煙 你點個火柴 你畫一下 你這touch 你就畫一下 畫一下之後這個光 我們的地面上 是要很好的能夠接受到的 那麼有了這麼一些精緻的技術之後 如果我們這次這些實驗都成功的話 那我們希望在就下一步裡面啊 我們希望能夠跟中國的這個 就登月計劃相結合 我們希望能夠來實現 就是30萬公里左右的 這麼一種量子糾纏的分發 當然那個是我們下一步 那麼目前我們那些地面實驗 目前我們也已經完成了一些測試了 所以我們這個技術 如果這次實驗是成功的話 我們應該能夠實現幾十萬公里的 這個量子糾纏的分發 那麼當這些論文完成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 剛才所講到的 就是說一些初步的探索 來探索一下 檢查一下 就是一些量子引力的模型的 這個整確性 所以我們有三步 所以我們有三步 這個只是第一步 這個只是第一步 一方面我們可以實現新地的這個 就是量子蜜藥的分發 那麼這個它本質上可以用量子通信 就是用量子保密通信 那麼第二步呢 我們也進行一個千公里量級的 大概是一千兩百公里的量子糾纏的分發 那麼初步來測試一下 這個量子糾纏啊 在分發到幾千公里 三千公里之後還能不能存活 還能不能存在 那麼有了這兩個基礎之後 那麼我們就來實現第二步 第二步我們希望呢 能夠在月球和地球之間啊 有一個有一顆衛星 再一個叫做拉格朗兒點 拉格朗兒點往兩邊分發量子糾纏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一個相距三十萬公里的 這麼一個遙遠的兩個地點之間呢 實現呢就是有能參加的 有這個自由意志參加的 這麼一種量子力學的非定義性 那麼按照我們的同事 托尼拉格特的說法 如果這個實驗做好之後 又證明了量子力學的非定義性的話 那就它就量子力學非定義的爭論 就可以很好的settle了 就是這個爭論就可以結束了 那麼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會用這裡面所發展的技術 把這光通過紅光距離的傳輸呢 來檢驗一下量子引力模型裡面的 一些就是理論 所以是這樣一個三個步驟 三個步驟 三個步驟 就是single photon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使用 就是說那個所謂的量子糾纏 我們沒有量子糾纏 那麼這是衛星和地面之間的 那麼我們的衛星上有個光源 這光源是非常弱的 它大概每秒鐘呢會發射幾百兆的 就是說是這個單光子源往地面發射 那麼地面上呢有個光學天線 然後光學天線接收到信號之後 然後呢跟衛星上進行這個 就是classic communication 進行經典通信 那麼經過幾次交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呢共同享有一組 就是不能被別人破譯的密要 那麼這裡面主要是用到了 有兩個基本的原理 一個呢我們就叫做 就是量子的不可分割性 比如說我們平時在喝水 那麼我們把這一杯水啊分成兩杯 那麼就變成二分之一杯水了 然後我們再把二分之一杯水 再分就變成四分之一杯水 那麼最後你慢慢細分的時候啊 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個水分子了 就是single H2O molecule 就是變成了一個水分子了 所以但是我們不存在二分之一個水分子 四分之一個水分子 那麼對著光也是這樣的 當我們一個25瓦的電燈泡 你如果說能夠有一個放大鏡 拿來看一下的話 其實它也是一顆顆小顆粒組成的 我們把這樣的小顆粒呢 叫做光子 叫single content 那麼這樣的話 如果中間有個竊聽者來的話呢 他不可能把那個光子啊分成一半 所以呢要麼他就把光子給偷走了 要麼他還是到達這個地面 那麼這樣的話 到達地面的這些光子呢 都是沒有被這個竊聽者給偷走的 那麼用這樣的方法呢 你就是說 如果被別人竊聽走了 那麼你就收不到信號 那些信號你就不要 那麼這第一個就是第一個性質 那麼另外呢 因為這個光量子還有一個性質 叫做quantum-seal position 我們就把它叫做量子疊加 那麼量子疊加的保證呢 就是說有一個叫做quantum non-colonium theory 就是量子的不可複製定理 就當這光子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用個相機對它拍個照 你想對它進行測量 就複製一下 你想對它複製就copy一份 這個時候你就會對它的狀態呢 發生影響 那麼最後地面那個接收到這個信號的時候啊 你就知道 哦我的這個信號呢 已經被別人給偷看過了 所以這樣的話這個信號你就不要了 所以因為量子有兩個性質 第一個是不可分割性 就是說它是一顆一顆的 第二對於這樣的量子疊呢 它是不能被就是複製 就是不能被copy 所以這樣的話呢 保證了這個蜜藥分發的安全性 這是第一種量子蜜藥分發 這個是跟糾纏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一旦我們也可以利用quantum entanglement 用糾纏來做蜜藥分發 那麼在我們這個衛星的實驗裡面 我們在衛星上呢 會有一個就是量子糾纏源 那麼它呢 在每秒鐘大概會產生幾千萬對 就是 就是 Abutan is a million 就是那 他們呢 會把它分發到地面的兩個地面障 我們的地面障 這兩個地面障 大概相距是一千兩百公里左右 相距一千兩百公里左右呢 如果你這個地方 測到一個光子 那這邊肯定會測到一個糾纏光子 如果這邊這個測到是零 它是處於一個零的狀態 那麼這邊就處於也是零的狀態 這邊是一 那麼這邊也是一 那麼這樣一種狀態啊 是量子糾纏態 那麼你利用這樣一種光聯 0011這種光聯啊 你就可以能夠來實現量子蜜藥的分發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單光子 也可以利用量子糾纏 來實現量子通行 來實現 這個單光的 communication 那為什麼你的隊伍和你的研究 都很適合於世界上的研究 這是我覺得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我覺得某種程度上講呢 我是比較幸運的 我一九九六年 剛去奧地利參加就是那個 這個小組 就是開始工作的時候啊 我是當時我是PhD student 我是博士生 所以我非常有幸的 就參與到就是最早的那一代的 就是量子通訊的實驗方面去了 這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 就是正好by chance 我是成為當時的 我們就是說這個做最早量子通訊的一個 這個team的成員 就是那個團隊的成員之一 所以我掌握了那些最早的想法和基本技術 那麼後來呢 就是在中國我們開展相關的工作之後啊 因為要把衛星上天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還有很多精緻的技術 那麼其實我們這個team呢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啊 我們是採集了在國際上的 許多實驗室的比較先進的技術 比如說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先是在奧地利 後來去了德國 我們的先後呢就是 有就是量子存儲的技術 然後有量子糾纏的這個控制的技術 那麼隨後呢 我們有些學生呢 比如說去了就斯坦福大學 他們把最好的當光子的探測技術 給帶回了中國 那麼有學生呢 去了Cambridge 他們把最好的光源的技術呢 也帶回來了 那麼同時我有幾個同事呢 當時呢就是在加拿大和在日本呢 把這個量子密钥分發的 就是最先進的理論呢 也帶回來了 那麼有了這方面的原因之後呢 就是我們這個team呢 因為是一個相對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team 然後我們是互補的 那麼因為有這個互補的團隊之後啊 就能夠做一些 就相當於我的導師 在維園南這個團隊 他只有幾個人 他所不能做的事情 這是讓我們在基礎研究方面 走到前面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麼第三方面呢 因為我們是這個項目呢 是由中國科學院支持的 那麼我們比如說 需要有非常精密的 這個光學根秒技術 我們就把它叫自適應光學 就是Adaptive Optics 那麼這些技術和空間的技術呢 我們中國已經有多年的很好的經驗了 那麼在科學院裡面 我們這個量子衛星呢 將近有十多個研究所 就是說來自上海的 來自北京的 來自成都的 來自於就是說 我們中國的好多研究所的團隊 都一起加入到這裡面來了 那麼這樣的話呢 在我們有個比較強的 這麼一個非常互補的 T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各種比較好的技術啊 全都集成起來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呢 就是又在我們國家這些年 因為經濟這個發展比較好 然後經費的投入啊 也是相對的來說是比較充足的 那麽我們就走得比較快 那那麽我們就走得比較快 那這就是中國的豐富 哈哈 那什麼樣子 那什麼樣子 那是什麼樣子 這是中國的豐富 啊 OK 因爲呢 是 我們中國 我們大家是按照幾個方面來理解 這麽一個衛星的發射 因爲從前呢 就是我們就是說 一直啊 就是處於就是說 科学上是跟踪 模仿 但是很少我们是跟国际上并跑 那么慢慢我们也希望能够到了并跑 能跟大家一起跑 然后到现在能够希望在某些领域能够进行领跑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我们量子信息这个领域 我们这个卫星的话 确实是在国际上起到一个领跑的作用 所以当时我们跟我们国内的同事 进行商量之后 我们特意给这颗卫星取名叫做墨子号 就是叫做Mysius Mysius就是我们中国的 就是说是非常古老的一位哲学家 他也是教育家 同时他也是科学家 那么其实我们经过文献的调研 它是最早在国际上 在整个世界上提出来 这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 那么这个东西在当时西方的话 是比这个墨子提出来要更晚了 才提出了这么一种学说 那么其实墨子本身呢 他在光学方面 在粒子说方面 他也最早的和西方的一些先行哲学家 也提出了这个量子 不是量子 粒子说 就particle sea 他们也有这种想法 那么我们一想取名这个之后呢 就说明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只要条件成熟 有机会的话 也是能够在科学上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认识呢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啊 因为我们确实也得益 与国际的合作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科学任务 前面几个科学任务完成之后啊 我们也是这个整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项目呢 是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开放的 就是我们非常欢迎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么所以我们呢 其实呢 会通过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啊 首先会跟奥地利科学院合作 我们会实现 就是卫星和北京之间的 这个量子通信 然后也会实现 卫星和维也纳之间的量子通信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就可以实现 卫星和维也纳 和我们北京之间的这个量子通信了 那么目前呢 我们也跟我们的德国的同事 意大利的同事呢 已经准备签署合作协议了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家 大家一起的努力啊 能够比较快的来推动 这个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 和量子技术的应用 如果说这个卫星就是比较成功的话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两步走的这么一个考虑 因为就我们这个卫星啊 它其实我们没有用上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在地面发展好的 最先进的技术 因为你要保证这个卫星 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的话 这工程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得保证它的质量 它的quality 它的工程上的稳定性 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卫星呢 它只能在网上工作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子啊 它的信号太弱了 跟太阳光相比的话 那就太弱了 那么跟太阳光相比太弱之后呢 我们只能在网上工作 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光呢 比较就没有太阳光了 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做实验 那么所以下一步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技术呢 能够保证在白天也能够做实验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就是day and night 就是白天晚上可以全天时地进行实验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 之后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要实现30万公里的这个量子纠缠分发的话 你必须克服白天晚上的问题 那么所以一方面 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发展好之后 能够在就是能够来完成全天时的实验之后啊 就所有的时间都可以工作的这么一个卫星之后呢 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呢 能够用到就是说是安全的量子通信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技术发展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登月计划呢 就是很好的就是结合在一起来开展大尺度方面的这个量子力学非灵性的检验 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叫登月计划或者其实叫嫦娥烫月计划 其实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 第一颗嫦娥一号发射 我现在有我就是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什么时候发射 那么现在呢 他们有就是一个一个长期的计划 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呢 也能够把人送上月球 所以在就是我们那个中国呢 这个其实在就是说是烫索这个太空方面呢 其实有还是有比较有雄心的计划 那么对具体的很多细节啊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就是项目负责人 所以我也不对他们这个时间的这个尺度啊 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是要就是说是 开始很认真的在考虑 就是要那个先是送一卫星上月 现在我们的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一切 已经送到卫星上再开始工作了 通过这个嫦娥 嫦娥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仙女 从前有古时候有个叫嫦娥登月 因为它喝了就是那个一个非常 就是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这个药水之后啊 它就飞到天上去了 大家都相信它就飞到月亮上去了 所以叫嫦娥登月 所以我们把这个计划呢就叫做嫦娥 那么嫦娥呢在中国其实已经就是 第一颗卫星其实是围绕着月球转 然后后来呢又就是呢 把这个相应的仪器呢 把月球车已经送到月球上 能够在月亮上呢就有这个 这个就是月球车能够在动了 那么下一步的话呢 就是我们国家可能会送一个东西 能够到月球的背面去啊 采样品回来 回到地球 那么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我估计也许十年左右的时间 就会就是努力的 就是能够看看能不能十年十五年 能不能把人送到月球上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有多方面的 从整理上讲 我觉得大家都是为这个还是感到非常兴奋的 其实呢我们这个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啊 是我们科学院的这个发射的 在十二五 因为我们中国呢有叫做五年计划 然后呢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就是在十二五期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十三五了 那么这些卫星呢是科学院十二五的这个几颗卫星里面一颗 那么尽管我们就是我们说量子星是世界上的首颗 但同时在科学院的科学卫星里面 其实我们第三颗 前面我们已经有一颗就是暗物质卫星 那么是Document 就是Detection 那么第二颗呢就是说是实践十号 是关于一些微重力的研究 和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 那么第三颗呢是我们的量子卫星 那么量子卫星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比较兴奋的原因 第一因为它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世界上的首颗 所以我们说它是尽管第三颗 但它也是第一颗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呢 就因为这颗卫星啊 我们其中用到一些相关的技术呢 就是说是本来并不具备的 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从 就是欧洲啊和美国引进的 就这个卫星本身啊 是完全是我们的中国自己的这个技术力量 把它给研制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我们大家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啊 是就是非常的就是高兴或者是满意吧 那么从此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想它可能在我们国家来说 就是是某种程度上讲 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有一定的标志的标志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就是说在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 我们慢慢的呢 也能够来做一些就是说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就是事情 我们不只是来做一个完全是就是技术方面的 但也是跟就是这个基础研究跟这个basic research就是有相关的这么一些东西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中国应该为世界的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做出一点贡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呢 大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那么其他的声音是什么呢 那么是几个方面 比如第一个方面呢 因为量子纠缠 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 令人不理解的一种现象 那么在这样一种概念 没有普遍普及之前呢 那么可能对这个量子力学不是特别了解的人呢 会对他会有一些疑惑 或者甚至怀疑这个东西到底量子纠缠是不是存在啊 但这个是已经就是因为我们在量子纠缠本身 在量子力学领域在科学界领域已经很好的建立了 但我们经常在网上也会听到一些 就对量子力学的或者对相对论的批评 但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我觉得随着科学的发展会慢慢的会消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能是比较着急的期望 我们这个技术啊 能够很快的就是就是用于实用 那么当然我们觉得它是应该是有用的 因为我们能够很快的用于这个量子的妙分发 比如说我们会演示北京和维也拿之间的保密的量子通信 当然它之所以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向千家万户 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好处 那我觉得呢 应该有一定的耐心 就等我们把所有的技术啊 全都发展好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呢 有些人觉得呢 就是是不是这颗卫星发射完之后呢 已经把这问题完全解决了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需要向公众解释的 就是说需要等待 需要有耐心 需要等待我们的技术的发展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刚才我讲到的是 可以就是很大的程度上来就是加强我们这个信息的安全 或者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security 这是第一方面 那么第二方面其实这里面发展的技术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可以看到非常远的一个图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来勘探整个地球的资源方面 我们把它叫做量子成像啊 或者quantimaging 估计呢也会有一些呢 比较好的相关的应用 我想目前看来 主要也就是主要是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相关应用 那么从传染上讲 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方案 就是利用这个空间量子空间这个纠缠的 分发呀 我们可以来就是说是让地面上两个钟 就是两clock 就是很好地同步起来 就是时间的同步 但这方面呢就是只是有些理论的文章 我们在哈佛大学的比如说Mikern-Lukin 他们最近呢在国际上呢 就是发了一两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 他告诉我们呢说是不是 他就是在理论的方案里面建议啊 可以用自由空间量子纠缠分发呢 来建立地面两个钟的这个同步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钟的同步的话 在我们的导航里面 就GPS navigation里面 也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想除了通讯之外 他可能在成像啊 时间的同步方面啊 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应用 那个当然是我们一个就是最有雄心的就是想法 如果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能为就探索这个 就是统一理论对吧 这终极理论的一些就检验做出一些贡献的话 那应该对我们看来一个是非常让人就骄傲的事情 那么这个计划按照我们的同事 就Tony Lagatta 的说法 他非常有意思 他说也许需要三十年 也许需要一百年 但是我们比较相信 我们觉得不会那么长 不会就是说是就是就是那个一百年 我觉得我非常相信啊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应该能够看到这个量子力学非定义性检验的 这个终极的检验啊 我觉得也就是也许十五年 也许二十年 就是要比他在那个就是公开场合讲的时间要短得多 它是魔术啊 对 是 是 有什么魔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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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从量子技术的应用来讲, 因为那不是我的dream, 我的梦想主要是想来做基础研究, 希望能够,就像刚才讲的, 能对大统一理论, 或者说能够包括一切问题的理论, 能够做一些探索和自己的贡献, 其实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愿望, 希望能够对这个量子纠缠的检验, 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发现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 因为我在大学在学量子物理的时候, 一开始我就学糊涂了, 学糊涂之后后来学了爱因斯坦, 就是他关于量子纠缠的一些论述之后,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 尽管现在无数实验已经证明, 爱因斯坦是, 他那个预言是不对的, 我们说, 就是说量子力学的实验, 一次又一次的证实, 爱因斯坦的定义实在论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的内心的深处呢, 我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实验, 也许等到将来在更高的层次上, 能够回归到, 在某种形式上呢, 能够回归到爱因斯坦的, 这么一个定义实在论的这么一种概念上来, 所以我内心深处啊,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是一个定义实在论者, 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就做一些事情, 但是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 能不能就是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但另外一方面呢, 那就是我的希望, 我就觉得呢, 我们科学家嘛, 就是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希望有些技术能够有用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推向应用, 所以我非常希望呢, 我们这个技术呢, 能够在未来呢, 能够比较好的, 就是用到就是我们的, 就是那个安全的通讯啊, 或者是按照我们的成像啊, 然后呢, 就是能够用到我们的就是时间的同步啊, 那么这么一来呢, 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呢, 他们对科学家的投入啊, 就是没有白白的付出, 那么能够给我们更多的钱, 让我们去从事, 基础科学的研究。 OK, thank you. One second. You were talking about quantum entanglement. I know I asked you before, but could you explain again, what is quantum entanglement? 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呢, 其实是就是量子叠加原理啊, 在多粒子体系里面一种体现,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 我们先取一个粒子, 就一个粒子为了简单一点, 我们说它只有两个状态, 比如我们取它的自旋, 就是朝上或者朝下, 那么如果我有两个粒子的话, 那么按照量子力学呢, 比如说现在一个粒子啊, 它可以处于自旋和朝上和朝下的叠加态, 就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那么这么一来呢, 如果有两个粒子的话呢, 它就会处于这种非常奇怪的状态, 用数学上讲, 比较简单的讲, 我就说是自旋朝上, 朝上, 加上自旋朝下, 朝下, 那么这里有两个粒子,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呢, 我把一个粒子呢, 留在上海, 一个粒子呢, 送到荷兰, 那么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对这个粒子进行测量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 我对这个纠缠粒子, 我测它一次, 如果这个粒子是, 你发现它自旋朝上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呢, 那边那个粒子呢, 也是自旋朝上, 那么如果你发现这个粒子是自旋朝下的话呢, 那么这个粒子也是发现, 你会发现它处于自旋朝下, 那么这么一来就好像是觉得,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可以重复很多次实验, 你可以送很多队这样的纠缠粒子, 往两边送, 每次得到结果, 只要它们是处于纠缠态的话, 最后呢, 它们都同时, 要么自旋朝上, 要么自旋朝下, 那么埃伊斯坦呢, 就把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啊, 就叫做, 遥远地点之间的, 诡异的互动, 那么, 从形象一上讲,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讨论的, 这么一个, 就是量子纠缠。 很明显, 嗯, 嗯, 那么, 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 已经在好多实验里面, 都证实量子力学是正确的, 那么,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在具体应用当中, 像一些超导的现象啊, 然后我们就对核能的应用啊, 然后我们对这个, 就是所谓的, 巨磁组, NMR的这个相关, 不不不, 对我们的核磁共振, NMR的应用啊, 还有巨磁组的材料啊, 比如说这些相关的, 这些很多学科里面呢, 都其实证明呢, 量子力学是, 工作的是非常好的, 就它是正确的。 那么, 但是要对量子力学, 精细的检验, 那么我们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就把它叫做, 量子力学基础检验。 那么这个的话呢, 最多的呢, 就是用到了, 单个例子, 或者用到量子纠缠。 那么量子纠缠呢, 其实呢, 就是从1935年, 就是Shringer和埃恩斯坦, 都提出这种量子纠缠的概念之后啊, 其实到了, 应该是70年代, 上一世纪70年代呢, 大家开始做一些实验了。 那么最早是, 应该是Klaus和他的同事做的, 是伯克利, 就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位教授, 和他几个同事做的。 那么随后呢, 就是法国的, 就是Alan Aspect, 他又做了一些相关的实验。 那么, 先后都证明了, 量子纠缠确实是存在的。 但在那实验当中呢, 大家说, 就是你这里面还留下一些漏洞。 因为我想证明的是, 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的互动。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保证了, 在检验过程当中呢, 首先要保证一个, 就叫做局域性的这么一种条件。 我们就把这个locality, 就是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后来呢, 这个条件呢, 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呢, 当时的英资布鲁克, 是有这另一个小组呢, 把这个locality loophole呢, 给关闭了。 但后来大家同时又提出呢, 你有这个detection, 就是你有所谓的探测漏洞。 那么探测漏洞去年的时候, 正好被你们荷朗的科学家, 首先呢, 就是说是, 把这个漏洞给关闭了。 同时它也关闭了locality的漏洞。 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漏洞, 就大家就把它叫做, 就说自由意志这个选择漏洞, 也把它叫做collapse的这么一个, locality的这么一个漏洞。 那么这个漏洞呢, 我们希望呢, 就能够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啊, 能够真正的把它关闭掉。 所以到目前的所有实验当中呢, 已经证明了, 量子力学本身是很好的工作的。 但是在远距离, 然后是不是最后这个漏洞, 也能否被关闭, 那么目前还是不知道的。 那么这将来会有两种可能。 我觉得很大的可能呢, 也许再次证明, 量子力学是正确的。 但是呢, 把所有的漏洞给关闭了。 但是有很小的可能呢, 也许我们发现了新的物理了。 这样的话就对我们来说是, 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了。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指对量子力学费量性的检验的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针对量子力学来说的, 是检验量子力学的基础, 就是Found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然后等到下一步, 比如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检验, 就是量子引力的一些模型。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呢, 就是说在完成了第二部任务之后的下一步。 那么到那个时候, 你就因为这个理论物理学家, 他的大脑是非常的聪明的。 他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模型。 但哪个模型是跟我们的自然界是相一致的, 这个是得由自然界说了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做实验。 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完成了这个量子力学非定义性的这个终极检验之后, 然后回过头来, 然后能够对量子引力啊, 一些相关的理论和相关的模型呢, 开展一些实验检验的工作。 And Quantum Gravity, could you explain that? What is Quantum Gravity? 其实呢, 我呢, 不是非常的有资格来讨论Quantum Gravity, 因为这个理论呢, 你大家知道, 就是有霍金啊, 很多其他的科学家提出来的。 那么对于一个, 我这个实验物理学家来讲呢, 就是我只知道他们就是, 把这个Quantum Theory和这个Gravity Theory, 就是把这个引力理论和量子理论, 就是把它给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他们现在有好多理论。 那么好多理论, 哪个理论, 就是说是跟我们的自然界相一致的, 这个需要实验来检验。 那我们在实验上来做, 它那个理论的预言, 是不是跟我们的实验是一致的。 哪一个跟这个实验一致的, 那我们说这个理论, 可能是比较靠近于, 对我们这个自然界的描述。 因为我不是这个Quantum Gravity, 我不是量子引力方面的专家, 我就是没办法对它这个模型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 做出更多的描述和评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